伊朗四北部上星期六發生兩次強烈地震 救援人員繼續在倒塌房屋的廢墟中尋找生還者 死亡人數已超過300人 伊朗衛生部長達斯特傑爾迪星期一對議會說 最新的統計數字顯示 地震造成306人死亡、3000多人受傷 在星期六傍晚 伊朗發生分別是6.4級和6.3級的強烈地震 兩次地震之間只相隔幾分鐘 地震將大不利市市附近幾個村莊移為平地